不是聽過那個不媚英國 英國是要不去迷媚喔 不是就要了斷英國 那意思是不一樣的 不是 不去迷媚英國喔 所以對諸佛懺悔是 不是把罪給我們找喔 怎麼樣來懺悔 第一個對諸佛懺悔 我們一般是不是這樣 我們懺悔的形態不是這樣嗎 是 懺悔主守 有沒有 我們都對聖佛講嘛 有沒有 不過那時候剛來當時 不知道哪個前年跟懺悔講的 我忘記了 這忘記也剛好 不知道就是懺悔你把他拐 以前第一次來懺悔的時候 前年就說 懺悔就是你來這裡懺悔 把座懺悔就把你拐 把你拐啦 就是 求懺悔 把你懺悔的意思就對了 你只要把這些事情都說出來要懺悔 第一次懺悔是不是懺悔幾個年 有沒有 譬如說 三十歲懺悔 我就懺悔14年 我們是 十八歲 16歲 三十歲懺悔是不是懺悔14年 還懺悔幾個月 你做一次懺悔的嘛 你做一次懺悔 讓聖佛跟我們安排 這個懺悔是對的 你把座都給聖佛 讓聖佛幫你找的 是這樣嗎 不是啦 對吧 這是一個不對的懺悔 我們今天參會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做財司 也有做土壤 也有做什麼 對吧 這些東西 其實你是用這些 健康立體的東西 去密保自己的座構 要做這麼對 對吧 不是 財司 法師傅那些東西 給聖佛 聖佛就很好 你還給他做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是為你自己銷漁銷的 這麼對 對吧 所以不是在那裡切切的說 這就是給聖佛去給我們處理 其實他是對你內心 自己去知道什麼東西 不到 就原來去做環境 去做改革的 不是 求聖佛幫你下桌 應該說不只是這樣 聖佛當然會幫我們安排 我們現在 末法時期 三期末節做三分 補齊分 這也是聖佛幫我們說的 可是你做什麼有補七分 但是你的營過並沒有了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聽過那個不滅英國 因果 因果是要不去迷媚 不是總要了斷因果 那意思是不一樣的 不是 不去迷媚因果 所以對諸佛懺悔是 不是把罪給我們找 大家